2 1 齊柏林空间正式启用了 齊柏林 请妈 我觉得可以告慰你们的是 在国际地球日的今天 齊柏林空间启用了 代表着一件事 是我们纪念齊柏林 终于实际的行动开始了 汇集了8000多位的善款 打造出来的空间 落脚于淡水河口 这是已故导演齊柏林 深浅空拍必经的地方 父亲每次他去空拍的时候 只要有出海的行程 其实回来都会从淡水的河口进来 所以其实淡水对我父亲来说 算是一个蛮有感情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齊柏林 自己选的地方 他一直说这个真是太美的一个镜头 这么样开阔 为了延续齊柏林 看见台湾守护家园的精神与使命 新北市长侯友宜 帮忙落脚淡水的前市长朱立伦 以及前总统夫人周美清 最佳的环境教育及体验的场地 30万张照片 数千小时的摄影画面 让大家看见台湾的美 同时也看到了台湾的哀愁 希望透过展场空间 可以让更多各国观光客 持续看见台湾 齊柏林曾经说 三 像是一切事物的起点 也是他投入困盖领域最初的期望 爱尔达电视综合报道